這個我有把剛剛公式放在我們雲端上面的第五頁 所以就這個公式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關鍵的地方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原來的A2在這裡 那其實我是加了什麼東西 加了這個我把它用顏色再會塗一下 這樣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點 反正你們將來如果可以理解的話 那就是盡可能用理解的 不用背 如果你現在背不起來沒關係 你就把這個地方這個資料 將來放在一個你將來找的地方 哪一天突然需要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找得到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那你就卡住了 所以有的東西盡可能的放在一個你可以找到 然後問題就可以解決 如果這當然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們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TrackGPT到底能不能幫我們解答紅蘿夢的問題 於是乎我就是去TrackGPT上面問一下 請幫我計算 我就輸入 請幫我計算紅蘿夢 哪個人出現的次數最多 他還真的有幫我回答出來 但是其實雖然我不是太滿意 不過基本上好像也不會太差 有沒有他還跟你講說 紅蘿夢是一個非常廢話 OK 那這個地方出現的頻率哪個最高 他說最多的應該是 賈寶玉 這個也是 好 那最常見的 這個也 所以他等於好像回答了啦 但是其實不是太滿意啦 OK 那當然你們可以試著用TrackGPT 那TrackGPT其實蠻好找的 網址就Track ch.at.openai.com就可以了 其實你進來之後呢 再登入帳號密碼 其實就可以發問問題了 有沒有 Track 那OpenAI是一家公司 現在這家公司非常火紅 OK 那前面Track的是他一個產品 它一個TrackGPT 所以你登入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發一些問題 當然我剛剛提到啦 比如說 紅蘿夢 如果你假設我想要換個問題問好了 請幫我計算 不要紅蘿夢 我看水斧賺會不會 我現在還滿關係 108L 我換到哪一個最多 水斧賺 有沒有 哪一個人 或者其實你會發現 他自動會把這個問題 變成一個很簡單的人物頻率 有沒有 我看一下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他就開始思考了 是一部 非常經典 跟上面好像幾乎 複製貼上的感覺 出現 最多的 宋漿 所以他一百年 第一個 然後其中的話就是 無用 林聰 魯智生 李葵 這個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他基本上有回答一些重點 但是並沒有辦法說 有一個像我們做的這些磁瓶的分析 所以如果你要比 tri-gbt更厲害 其實還是有辦法 但可能還是要透過 e-sail才有辦法 OK 好 那其他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我是覺得 以目前我看到的 人文相關 文學相關的應用 在tri-gbt上面 其實我並不是非常滿意 因為他回答真的很多都讓我覺得 好像比Google的結果還差 Google至少你還可以在裡面找到一些 其他的像維基百科的相關資料 但Google的結果最大的差 就是說他給你一大堆 你變成你要在裡面好像海底撈針 自己要花時間 但tri-gbt是給你比較縮小範圍的答案 可是問題這個答案又太少了 OK 甚至你還可以在這邊打說 請你幫我寫一篇 一千個字的什麼什麼的報告 他真的開始寫一千的字報告 真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他真的就把報告寫出來 而且剛好是一千個字 OK 我覺得這還蠻厲害的 因為我之前有試過 他寫出 但是內容大概怎麼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我覺得他已經可以 具備有寫報告的能力了 不妨你們可以試試看 但是千萬不要拿這個來寫我這個報告 因為我都會知道你是不是從tri-gbt裡面 因為他大概結構與法都差不多 所以我應該可以知道 判斷的出來 內容到底是出自於tri-gbt 但是我跟各位講 並不是不能用 如果你出自於tri-gbt沒關係 你可以說一下 我有部分是根據tri-gbt的結果而來的 沒關係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不要說你全部複製貼上 完全沒有你自己的東西 那就說不過去 OK 所以這個東西是好東西 但是不是讓你偷懶的理由 OK 他是一個可以是一個工具 那未來這個東西會不斷在發展 不斷的更厲害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應該不要妄自肥 因為其實裡面很多人文的東西 是不太足夠的 那也就是說以後 我們應該是加入更大量的人文 文學、哲學、歷史等等的相關的東西 讓他更加符合人性 我覺得應該是更重要的 不然的話 他可能最後真的變一個工具 那工具再怎麼樣就不是人 OK 人跟工具最大的差別 真的就是沒感情 對不對 而且沒有一些應該有的東西 OK 所以請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應該這個大家都有玩過吧 常常你可以問他一些東西 他其實還蠻多東西可以玩的 得到結果 或許甚至你在那個心得報告裡面 也可以加一些 你玩CHARCPT的心得 因為之前還有個同學 他下課的時候 跑來說他最近用的CHARCPT 他得到什麼心得 他跟我分享一下 我覺得蠻好的 OK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我剛剛要提的就是說 最後呢 我們除了算那個磁瓶之外 其實我還想要算字瓶 那個字瓶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剛剛算磁瓶是可以 把它做成一個表格 可是如果你要算字瓶的話 就變成跟那個 我們之前的那個長橫哥有點類 長橫哥的話是如果你要算字的話 第一個必須把 除了斗點、句點以外的 這個字通通把它拿掉 所以呢這個當然很花時間 我又把那個最後 《勞子道德經》的這個全文 通通移除掉 斗點跟句點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 在這邊 應該在雲端版的第9頁 不過你們如果有時間 自己做做看 我只是用取代 把斗點、句點 那些標準符號 通通都把它拿掉 那拿掉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第一個 Ctrl-C 然後把它放在哪裡呢 等一下做一個 置評統計好了 乾脆這個地方把它再加一個 另外再插入一個 空白的 然後我把它貼到A1 不過A1太小了 你把它整個選起來 假設我希望讓它放大 你可以把它選這個範圍之後 跨欄至中 跨欄至中 實際上就是把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變成一個儲存格 就A1 然後對齊方式的話就左上 然後左 靠上 然後左邊 並且把剛剛的那個全文貼上 那貼上的話呢 這個 道德金就會到A1 OK就是放在這邊 但是你會發現貼上之後 它沒有換行 沒有換行一樣的到 按右鍵 除了格式 對齊方式的話 自動換行 這樣的話全文就放A1 OK 那我們最後的話 統計一下就是說 到底這全文有幾個字 還記得吧 在長樂哥我做過吧 用LEN有沒有 文字類裡面有個函數叫LEN 你用LEN的話 去算一下這裡面幾個字 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5265個字 所以道德金裡面總字數就這麼多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這個的話乾脆叫做 道德金2 好了 那如果說我要算字頻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叫字頻統計 剛剛是持頻嘛 那現在的話我要算字 字的話是單字 所以我必須要先把每個字都拆開來 所以這邊可能一樣 我會需要一個欄位叫單字 然後把5000多個字全部都拆開來 然後利用樞紐分析表 幫我計算一下 到底哪一個字出現的次數最高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剛剛的話 我主要有用的那個ChargeGPT 所以你們可以玩玩看 Charge.openai.com 然後裡面的話 也許你登錄一下 他好像有蠻多方式 可以做這個登錄動作 如果你沒玩過 甚至你要玩一下 因為現在沒有玩過 好像感覺沒有跟上流行 因為ChargeGPT已經算是 有史以來使用的人數最高的 因為他在兩天內就一百萬人註冊 OK 然後在兩個月之內 會員人數就破一億 應該是所有相關社群的網站 社群服務裡面 算是成長速度最快的 OK 所以這個服務已經算是革命性的服務了 那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玩玩看 Charge.openai.com 然後也可以問他一些 有關文學性的相關問題 看看得到的答案 會不會是比較符合這個